Action! 你經常拍片用那麼多時間 你不用溫習的嗎? 在拍片那麼久 其實也有人問我 我到底是怎樣讀書的 他們覺得我是今屆DSE考生 所以就問我 但其實我很明顯就不懂得怎樣讀書 如果我懂得讀書 我還用在這裡 但既然你們問到的話 我就唯有告訴你 我到底考DSE的時候是怎樣讀書的 打打機的時候 突然感受到一個壓力的來襲 所以打開一本書立兩眼之後就睡覺了 等自己有足夠的精神 應付一會兒的溫習日程 睡醒的時候應該差不多是傍晚的 這個時候就打開一本書 哭一會兒 哭的過程就想想 到底怎樣字 你會連這麼簡單的東西都不懂 哭完之後就深呼吸 喘兩口氣之後 我就打開一本書 然後細心地想想 到底題目是怎樣做 但在過程中 你會發覺除了容易的 原來你難的都是不會做的 這個時候你可以多哭一會兒 哭完之後 你應該發覺你的精力 要沒有做一大半 所以這個時候 你應該多睡一會兒去補充你的精力 做過世上的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已經晚上9點了 你會發覺 真正溫習的時間是少於2個小時 這個時候你就會在想 不如想回明天才溫 恭喜你 那你一日的溫習日程就完結了 但你這樣溫習未必能進大學 很明顯 你看到上面 都有一些無契的方法 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根本就不會怎樣讀書 那你媽媽又怎樣看 你平時用這麼多時間來拍片 我媽媽對於我入大學這件事 比較開放 但有些親戚都想我和我姐姐去入大學 我始終覺得 如果我現在真的不想讀書的話 即使我真的隨波逐流 跟了別人 跟著之後 這麼幸運可以進大學的話 那又怎樣呢 我依然是在做一種書做的事 我自己認為 如果可以做到一種自己喜歡做的事 其實是比讀任何的大學是好的 其實我覺得成績不代表一切 開玩笑 啊 話說回來 你平時怎樣跟你媽媽溝通的呢 大大話說和媽媽都相處了17年 是有很多sweet的時刻 但更多的是無止境的吵架時刻 打鬧之中動過 要來收拾你的事啦 是不是想吵架啊 身為一個叛逆的青少年 其實我很有信心 我兩女都會對我好後尚 對於每一次掙扎 我都是不會忍的 你又想怎樣啊 你問什麼問題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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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我想怎樣呢 大佬 你收拾我就不出聲了 大佬 你非要不給我收拾我也沒辦法的 喏 你快點給我收拾 其實說不上Line那些 寫信 Sorry啊媽媽 在收拾了 人多一會 現在看見她也叫 有一點成就 是讓她開心的 正所謂 世上只有媽媽好 媽媽做的所有事 我知道都是為了我好的 所以我就不會特意去頂她 我的意思是 我不會去頂撞她 所以很多時候 srch知道就是一個字 醬 掰掰 掰掰